喂 三爷 有几件事帮我办一下 好 你说 一 布州山群岛船厂制造的船质量普遍如何 有没有一次冲好的现象 二 永夜船业的买家都有谁 有没有跟永夜船业发生过冲突或者打过官司的 三 找几个外国人以外国某公司的名义 找永夜船业买几艘现货 让购买者按时永夜船业给点回扣 完事交付的质量他们可以不过问 行 明天下午帮你搞定 也就你一下子就找到突破点了 要是我的话 估计这事就算了 你要是有三爷这个强劲的合作伙伴 你一定会往这方面向的 我相信你的智慧 就 就算是你夸奖我 我也不会高兴的 王总 有霸国人来买咱们的船 问有没有现货 我去看看 王总您好 我叫麦肯 是龙股航运公司的采购员 这几位是我的同事 麦肯先生您好 欢迎欢迎 来的路上 助理都跟他汇报清楚 龙股航运公司是霸国一家私营的航运公司 规模中的 王总 请问咱们这边有没有十万吨的邮轮现货啊 我想购买五搜 瞧啦 五搜现货我们还是能拿得出来的 再多就得预定了 不过价格方面的话 王总 我们能不能单独聊聊 行 你们几个下去吧 你们也出去吧 我跟王总聊一下合同的事 王总 这五搜船的价格好商量 但是我要一千万的回扣 王子博心中一喜 厂子里那五搜质量不达标 但是使用没问题的邮轮正愁没点卖的 这不生意就上门了吗 没问题 我说的是罢国币 王子博嘴角一抽 这是他有生意来 第一次见到要回扣要这么狠的 几乎要了一艘船利润回去了 回扣呢 我们这边是给他期待 就是不知道贵司的质检那块 质检员是我的人 我可以保证能通过质检 不然我也没破例知这么多的回扣 不过你得保证你们的邮轮能正常使用 坏的次数多点倒是没关系 底线是绝对不能闹出人命 你放心吧 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 好 痛快 那咱们就签合同吧 陈总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六家 已经购买到永业船业次品的买家 并且他们愿意答应帮咱们举报 另外 布州山群岛船业的普遍状况 也已经调查清楚了 就这么说吧 80%的船厂都有问题 简直就是群魔恋武 举报上去 1%万的迎来一波官方的大整顿 嗯 这不是重点 船买到了吗 买到了 并且已经交付了 回扣我安排的人都拿到手了 好 我昨天想了一下 就这么举报上去 没啥意思 你去安排一处泰坦尼克号的戏码 再让吃回扣的那个人卷钱跑路 最后再拿律师函和检测报告 去吓唬王子伯 没问题 王总大事不妙 嗯 怎么了 官方那边说接到了举报 说咱们造的船刚才质量不达标 说是要进行大检查 谁这么缺德 居然敢举报我们 会不会是那个孔蒙 绝对是那个王八蛋 从我这儿要不到业务拿不到钱 他转头就去举报老子 这种人活该破产 王总 现在怎么办 你先按老法的应付一下上面的检查 我去找孔蒙算账 让他撤销投送 与此同时 十三收到了江鹏月的消息 相关材料已经提交给官方那边了 这次绝对能迎来官方对造船业的大整顿 估计王子伯那些造船厂的人 还没意识到这次整顿的力度有多大 而且官方那边也透露了 说是如果有人想牵头 开始搞咱们大厦自己的造船厂 突破阴阳国的技术壁垒 官方一定会大力支持 能给的优惠政策 绝对全部给到位 好 太好了 这群铸成早就该整顿了 对了 龙骨航运那边如何了 已经按你说的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律师函 还有相关的证据下午就能送到 好 挂断电话后 十三收起手机 冲着诸葛婉儿做出OK的手势 这下好了 王子伯想不卖给咱船都不行了 而且还必须得保质保量 买船 你还想在王子伯那买船 那 那还能买什么 我要买下整个泳业传业 我要把不周山群岛的造船厂 全部买下来 化灵为掌 搞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造船厂 我要打破阴阳国的技术壁垒 抢走阴阳人的订单 让大夏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造船宗主国 无愧是我诸葛婉儿看上的男人 又帅又有本事格局 还跟他本人一样大 看来是时候去找孔氏父子 帮帮忙咯 前世 就是这对父子整合了整个造船厂 并且在官方的帮助下 成功逆袭了阴阳国 让大夏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国 而现在 南方船厂还只是一个 濒临破产的小船厂 这么一个简陋的机会 岂能错过 爸 你怎么来了 你身体这么差 应该在医院好好养着 厂子都这样了 我哪有心情住院啊 儿子 王子伯那边你 爸 别提这个白眼狼了 要不是刚好遇到一个好心人帮我 我已经被丢到海里喂鱼了 我告诉你 你就断了王子伯这边的念想吧 他早就不是你以前那个听话懂事的徒弟了 咱们自己的LNG运输船的模型图博已经搞定了 英瓦钢的技术我也联系了几个国厂的钢铁公司帮忙研发 只要给我足够的钱 足够的时间 我一定能带领大厦造船业突破阴阳国的技术壁垒的 可是 恐红恩急啊 厂子都快被同行挤队的破产了 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他还想跟阴阳国造船业动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恐红恩 恐蒙 你们两个畜生居然敢举报我 以为我王子伯是吃素的吗 王子伯 你有病吧 我们什么时候举报你啊 要是想举报 当年你偷走我们核心技术 撬走我们客户的时候 我爸直接能投诉你把你送进去吃牢饭 当时我爸还觉得你从零开始不容易 没追究 现在你居然到打一耙 你个白眼狼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爸的栽培之恩吗 不是你个小王八蛋 还能有谁无缘无故地举报我 我告诉你 赶紧撤销举报 否则今天你别想活着出这屋 话刚落下 他身后的几十名壮汉纷纷发出了不善的脑 你来啊 来来来 弄死我 弄不死我 你就是我孙子 子伯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向官方举报我们造的传有质量问题 现在官方要对永夜传业进行大检查 你说说你这个儿子是不是特别恶心 要不到业务 就举报我们 我呸 不是 子伯 且不说这事是不是小萌干的 就算真是他干的 举报就举报呗 让上面检查就是了 你们这么大的肠子 上面不会查得太久的 而且这次查完 年底的检查就不用搞了 你这么激动干嘛 哇 王子伯一时以色 爸 你还不明白吗 这白眼狼肯定是以次充好 所以才这么害怕检查 王子伯 我手里没有永夜以次充好的证据 所以举报的人不是我 不过我告诉你 如果我有的话 那我绝对会举报你 现在好了 有人替我举报你了 哈哈哈哈 苍天啊 大地啊 是哪位神仙姐姐帮我出了这口气啊 子伯 你真的一次充好了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真的不是你们举报的 嘿嘿 要真是老子举报的 能不承认吗 我巴布的是我举报的 王子伯仔细想想 觉得恐是父子说的有道理 第一 两人没有证据举报自己 第二 这两父子一向假惊高 从来不屑于去举报同行 那到底是谁举报的王